大家好 我是Kobi 然后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构建高效的服务网格 是Mobridge的EBPF来加速 主要是Abiant这一块的东西 其实刚才关于Abiant模式 其实刚才包括 其实华为阿里包括英特尔的 其实很多讲师已经讲得很透彻了 其实我这边也就不用太过的介绍 就是可能稍微过一下 因为对 反正Abiant模式大概可能架构图 可能就是类似这样的 就是通过节线代理加上Webpoint的这种模式 去做那个四层七层分开的一个处理 对 然后呢 我今天呢 其实主要就是来讲一下 就是可能也是EBPF相关的 但是呢 可能和就是和社区官方的 那个EBPF模式 可能有一些许不一样的地方 或者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然后比如说这个图呢 其实跟之前各位老师分享的也差不多 这个只是大家的表现形式可能不太一样 就比如说我们从一个 对 经过IbTables或者IbSet这样的规则 然后把这个流量转到自己的Returner里面去 然后转到Returner之后 再通过Returner里面的IbTables做那个T-Proxy 把流量转发到做透明代理 转发到Returner的应用里面去 然后Returner里面自己处理业务逻辑 可能是可能是本节点也可能是其他节点 比如说后面会通过HBone的这种方式做隧道 将流量转发到其他节点 然后在对端节点上 比如说可能会做一些处理之后到具体的业务Port的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整个这个链路呢 它其实算是比较长的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节点代理模式嘛 因为它有了这种模式 就是它其实从一个Port的流量 一个流量从Port的出来 它是会经过很多道可能也叫工序加工吧 就是经过各种转发和处理 比如说当然细节 比如说它出来的时候可能要打一些Mark 然后通过IPRule各种方式去将流量转发到 它到里面再去处理吧 其实这个过程呢 因为其实像 像那个 刚才其实也讲了 其实像社区的这种 IPTables做那个 Reteller做流量转发 这个方案呢 其实有很多个问题嘛 包括其实之前的老师也讲过 就是它其实适配性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包括比如说 它对社区很多一些CII 特别是一些比如说 用了IPTables规则 或者这种东西的时候 会产生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冲突 其实可能到目前也没办法适配很多比较 就是比如说像Galiko或者一些模式可能都不能很好的去适配 那这也是Abian的这种模式呢 就是因为它要通过主机网络 那用了一些主机网络 比如说其他CII用到的 比如像IPTables这种技术站之后 那就是必会引来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用了同样的同样的技术站 都产生冲突 又因为比如说IPTables它是自带顺序属性的 它要各种链 那你如果你的这项链没有在你希望的这条路上去生效的话 那就会有问题 那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CII它本身它也会做一些策略路由的情况下 那你这个东西就可能会 可能也会就是很难去处理 所以说这也是目前 就是也不是目前 就是之前在Ibian的模式采出来的时候 就是也遇到问题 就包括呢 其实前段时间刚才前面的李存同 李存刚才也讲了 就是包括East就在后面引入了EBPF去做流量转发 当然这个模式呢 我之前也有和他们一起就是讨论过 就这个方案呢大致呢 其实简单描述一下呢 其实主要的一个点呢 其实还是用EBPF5 用TC在挂在那个主机上的Pol网卡的上面去 然后呢去代替原有IPTables的能力 去实现一个流量的一个转发 这一部分呢其实相当于就是 就是把以前最容易出冲突的那一部分吧 就是给换成了EBPF 就相当于我以前比如说依赖 IPTables去做规则 那现在我把这条路给换掉 我直接当它的 其实刚才李存也讲得很详细了 其实是就是我当流量出来的时候 到主机网卡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可能我根本就还不需要 到IPTables那一层 它直接在挂在主机网卡上的EBPF程序 就用TC这一块去做流量的一个处理 然后呢将它出来的流量进行一个 相当于是叫TC redirect 就是直接将符合某一些特定 其实如果是出口的话 其实只要就是理论上来说 你如果是Returnal里面的这些POD 因为它之前已经通过CNI这一块进行过判断了 那它这一块就是这个TC程序 一定是挂在了就是只是被EBPF这种模式管理的POD下 那如果只要是有TC这个程序 那它也不用去判断说 我的这个POD是不是需要处理呢 肯定都是处理 那它就通过 通过EPPF直接将 做TC redirect 直接将它的一个 这个数据包给 重定向到 Returnal的 Returnal因为它也是个POD嘛 它也在主机上有那个POD的网卡 所以它会直接将 它的流量 redirect到就是左边左下角那个 就是它的一个网卡上去 然后呢再通过POD网卡到POD的内部 这个时候呢 其实到它只是就是EBPF到这里呢 就是基本上它的一个作用就完成了 然后呢它在里面呢 其实还是要运用比如说T-Proxy 运用POD的内部的T-Proxy这一块 将它的这个流量 从那盒copy到比如说 Returnal的业务应用里面 所以它是这么一个路径 其实在这种模式下呢 就相当于就是它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 可能之前可能不能用的一些CII的一些问题 或者说它其实还可以就是刚才展示过了嘛 就是它可能能带来一些性能上的一些提升 因为它直接走copy的话会 就是会对那个相当于流量路径变短了 就它不用去处理非常不少的东西 对网络的延迟啊 包括它的TPS可能都有一定的提升 这个方案呢 就是其实也是非常OK 但是对总体的方案 其实大家也很清楚 刚才其实讲的也很清楚 就是可能大致是这么个东西 然后出去的那边呢 其实就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变化 其实还是走以前的一个逻辑 对 然后至于说EBPF的细节 就比如那里面怎么做的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那其实这个问题呢 当时其实 因为其实Murbridge呢 这个项目其实也做了一段时间 我们其实也一直在做 Abiant出来的时候 我们也一直在考虑支持这个方向 这个方式呢 它其实看着也就是挺好的 就是它能弥补很大一部分 就是和CNI的中度也好 或者说再加速做性能优化也好 其实都挺好 然后呢 但是呢 它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吧 就是这个也是我们Murbridge这一块 就是当时最开始也没有 就是可能 没有做这个 没有做类似的方案的一个初衷 就是其实因为它的一个核心关键 就是在这种模式下 就是它其实都是依赖 不管是之前的IPTable 还是现在的 比如说像EBPF中的模式 因为它其实都依赖 就是要有破网卡 就是因为TC的那个Redirect 它只能在同一个网络命名空间 去进行Redirect 它不能说跨网络命名空间去Redirect 所以说这就要求 就是说流量一定是要到主机之后 然后都在主机这个命名空间 网络命名空间里面 在他们的网卡之间去做Redirect 所以说那这种情况下 其实就会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我们是一些 就是没有破网卡的这种网络生意模型 那它其实也是不能试试的 比如说类似于像Markveline 或者说像一些SRV之类的 这种网卡 其实这种在国内的企业 其实还是有包括我们的一些东西 其实还是经常会遇到的 那其实在不管谁 就是相当于就是目前吧 至少我看到目前就是说 即使Abiant模式也没办法 适配这种CNI 就是但是呢 这种情况呢 它可能是正式存在的 可能很多企业 它可能会有这种CNI的模型 就它这个流量 它不一定是要通过 主机上再去走一程 或者怎么样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相当于你的 就是就是POD和Retoro 是完全被隔离在两个 不同的网络运营空间 那它们之间的通讯也不经过 可能啊就是这个看 当然不一定说不经过 就是这个可能不一定 就是它的情况会比较复杂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是不是就没办法用 Abiant模式呢 或者说没办法用EBPF中的模式 所以说就基于这种情况吧 就是说Murbridge呢 它走的相当于是走的是 另外一条路 就是Murbridge这一块来解决的 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在 就是也是看到Abiant这种模式嘛 就是我们觉得它还是 就是需要可能 就是我们不能说再放弃 就是可能在某一些特定的场景下的 这些问题 所以Murbridge其实很大一部分 是为了解决这类的一个问题 那它其实简单来说 其实最简单就是 因为我们没有了那个POD网卡 所以说我们必须从 就是POD里面去下手 POD里面的网卡这一块去下手 或者怎么样 那所以说在 这个是一个总览 就是在Murbridge的这种模式下呢 其实它的网络路径 就是其实已经被优化成 就是比较简单的 其实相当于我们从POD里面 POD里面的进程 发出器的流量 它会直接经过EBPF 或者Murbridge的一块去处理之后 就是我们不需要再让它经过 主机上的网卡 其实这个时候呢 就是不管你有 或者没有主机上的网卡 其实都是OK的 它会直接将比如说 你的这部分流量 给塞到这车里面 就是在我们的这条列路里面呢 就是其实我是没有画任何 IPTables或者其他相关的一些技术的 就其实就是包括我刚才讲的 比如说Returnal里面在 不管是Abiant的那个IPTables 还是EBPF模式 它其实都依赖比如说T-Proxy 去做一个流量的一个转发到 Returnal APP的这个路径 其实在我们这里 就是它也会把它给 就是也不需要 就相当于是整个这条路径都不需要 比如说IPTables的 或者EBPF或者T-Proxy 这种能力的去支撑 那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这里面的一个核心就是 其实我们是想要 就是代替掉 就是传统就是IPTables 或者说网络生产这种问题嘛 那我们肯定要就是找一些替代评 比如说刚才应该是前面有 有Ali的同事有分享到 就比如说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 我想一下就是可能比如说 会用IPTables这种技术 比如说我们要确定 哪些POD的流量 比如说我们需要对它进行处理 或者哪些POD我们不需要对它处理 比如说只有EBPF 只有EBPF管理的这些POD 我们才需要去处理 那这些事情呢 我们在做那个 在做EBPF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去处理 那其实在EBPF里面呢 这个这个其实跟以前的那个 Murbridge就是如果有提供的 可能会稍微数一点 就是就是EBPF在内核层 它其实是能力呢 很强 但是呢它是能力是有限的 它提供的helper函数 也是比较有限的 比如说它不能像我们 随随随便便任意的 比如说在写一些业务应用的时候 或者是写我们上层控制面的时候去 比如随便调什么接口也好 调系统那个Syscore也好 它是不提供的 比如说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判断你这个流量 它比如说是不是这个POD发起的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 或者说你这个POD是不是在 EBPF的管理产 或者你的IP是多少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复杂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这边呢 其实就是相当于做了整个这一套东西吧 就是其实我们的一个核心目的 就是去代替主机的那一块 主机上 就是在主机网络密码空间里面 它的那个IPTables或IPC的这一块 或者IPRule那一块的一些能力 那它是怎么做呢 其实主要的一个核心逻辑就是我们在 业务的POD发起请求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系列的 它在发起请求之前 我们就有一些预备中夺 比如说我会通过控制面加就是Curl成 去比如说明确的知道 比如说你这个POD或者你这个Container 它所处于它的一个状态 比如它是不是被Abbian的管理 它的一个IP地址是多少 那什么所有信息都会给它保存下来 那然后当它比如说里面新建的一个进程 比如说用Curl或者说它的一个进程内部 去发起一个请求的时候 它会做比如说做TCP collector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对它进行 比如说我会来进行判断 如果说比如它是Abbian的模式 那它想要发出去 那我们会直接在这边进行一个处理 就相当于我们在它发起请求的最一刻 其实在TCP连接还没有建立之前 就是它在发起建立请求的时候呢 我们会直接比如说修改 就可以直接做到比如说修改它的一个目的地址 这样呢就是直接可以修改甚至RTL的地址 就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一个中间商 那就相当于只要你的CNI能保证 你的两个POD的IP能够直通 那你这个方案就是有效的 相当于我们会直接在这边做这个事情 那当然了这个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比如说你修改之后 它还有很多一系列比较复杂的事情 比如说如何做原IP的一些保留啊 如何解决比如说 是不是会和传统原有的 比如说这种IPTables模式的一些冲突啊 可能这些都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那其实核心的就是 比如说我们会通过Process Voucher 去关联它的C Group 然后去和它的那个 在控制面去读它的一些东西 然后写回比如说Curl的那个Map 然后当它发起请求的时候 我们可以回去处理 加上呢 加上后面呢 就是说我们做了这个处理之后 其实就回到以前 就是可能跟我们那个Map Bridge的模式比较像 就是我们可以在中间加上EBPF的 那个SorgMap Redirect这种能力 能够提供一个效率上的一个提升 其他当于这部分流量呢 就是如果说看你的CNI实现 就是当然有的CNI它可能还是要经过主机的网络协议站 那这一块就不是我们控制的 那有的CNI比如说它可以不经过协议站 那对它就是可能走另外一种方式 那通过这种模式呢 就是这边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流程图 当然那个字可能比较小啊 就是其实大概就是我刚才描述的一个事情 比如说左上角它是控制面在干的事情 比如说它会去Watch Pro的呀 会去读它的一些C Group的一些info呀 或者说然后会对它的一个一些信息进行关联 对 然后会把它的这些数据写入到EBPF的Map 然后当右边比如说我们一个应用 想要去访问另外一个应用的时候 它会和柯乐成去做一些交互 比如说它会 比如说如果要发起Connect的请求 那我们这边会去做一些相应的一些操作 比如说我们会去自己可能修改它的那个目的地址 那修改目的地址之后呢 可能还会要做一些设置OriginalDist的呀 一些CircleOps之内的一些事情 一些绑定 然后可能还有后续很多 比如说包括为了后续做那个CircleRedirect 而做的一些前置准备的一些事情 最后呢可能就是说 我们就可以直接这个流量处理完成之后呢 它就会直接这个流量 就会直接到那个Retoro的那个尺丁的端口 这样的话呢它就相当于 因为我们就是我们之前说嘛 就比如说在Retoro的Port里面 它其实还有比如说TipDrox的模机 因为本身可能这个流量到Retoro的时候 它可能目标地址在 在传统的那个IpTables或者EBPF模式之下 就是流量包到这个Retoro的Port的时候 它的一个目标地址都还是 就是原始的目标地址嘛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我们不去处理的话 那可能Retoro的应用根本就收不到这个包 所以它要借助TipDrox这种模式 把这个包做通名代理到这个Retoro 但是呢在我们就是 Murbridge这种EBPF模式下 它其实相当于这个目标地址 它已经是变成了 就是Retoro自己的IP加章口 那在这种情况下它其实是 就根本就不需要TipDrox的模式 去生效或者怎么样 它也能够 就是流量包能够直达Retoro的APP 就是当然它也其实也不像以前 就是可能塞得开来这种模式或者怎么样了 它是一个准直达的这么一个模式 对 然后后面的话其实就包括它跟 比如说Retoro和Retoro啊 或者说Retoro和WebPoint之间 这种模式它其实这些路径呢 其实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还是走以前的一样 因为它这一块也没有特殊的一些规则的一些事情 所以说整个通过这个事情呢 就是能够做到 就是说我们在 基本上是可以在任何C&I的做通模式下吧 就是能够实现一个就是很好地 就是7end这种模式 就是不用再去挑一些东西 或者说我不用再去 依赖底层的TipDrox的模块 就能够实现这个东西 对 但是呢这个东西呢 它也不是就是说一下 因为前面说得很好啊 它其实也是有一些问题的 就比如说 第一个是那个Original SRC 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呢 这个其实是 另外一个事情就是 Aviant模式它其实有一个比较 挺好的一点 就是它比如说你在 你的流量经过这个TipDro 再到比如说Snipe经过这个TipDro 到Hallover之后呢 它其实在某些情况下 是能够实现一个 就是我能够直接在Hallover的一车 看到原IP地址都是 就是业务破的 而不是Retro的 就它是借助了一个Original SRC的一个能力 它这一块呢 是依赖那个TipDroxy模式去实现的 就它是依赖一个TipDroxy模式去实现的 所以说就是相当于本来 从它会相当于就是 它在Retro 就是相当于Retro发到 比如说发到Servor端 就是发到目标端的一个 这些IP 它是被特殊处理过 它走Original SRC 这样呢可以做到一个原IP保留的一个地址 但是呢可能在我们这边就是这一块呢 有方案但是可能目前我们还没做 就相当于 从 如果走了Murbridge这道东西呢 可能就是我们在那个 如果是试诚这一块的话就可能 从比如说从Hallover的那边看到的就是 Retro的IP 就可能是有这么一个问题 但这一块也有解决方案 只是目前可能还没做 那第二块呢 是那个Redirect 就是EBPF的MessageRedirect 和那个ZeroCopy的一个 重复的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嘛 其实比如说如果是两个发起段和 就是Client和Server 如果在同一个节点 那还经过自己的Retro的话的话 其实 其实那个Retro在这一块有一些特殊优化 比如说它会走ZeroCopy 就是走那盒的ZeroCopy 把那个DownStream和UpStream直接连起来 因为那个Returnal它其实定义是一个四层的 一个主要是处理四层流量嘛 所以它其实也不需要做太多的一个协议解析 所以它会直接通过ZeroCopy 在那个底层将 那个 就是DownStream和UpStream的这两个Collection进行连接 然后让它们直接去Copy数据 就会有这个 会有这个优化嘛 但是呢这个东西呢 它和BPF的Message Redirect这一块是有一些 是有一些 因为它们功能其实有点类似嘛 就是有点冲突或者怎么样 其实这一块还目前来说 就可能还不能很好的一个工作 就是 当然这个不能很好的工作 不是说我这个功能不能用 或者说不能怎么样 只是说 因为Message Redirect这一块呢 它主要是去做一些 性能优化的嘛 那其实只是说因为这一块你如果 就是目前这种情况下 因为ZeroCopy都是开的嘛 那其实相当于就是这一块还是只能用 就是ZeroCopy这一块的能力 就不会用到那个EBPF的Message Redirect的这个能力 对 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对比一下 就是其实就是社区的EBPF这一块的方案呢 它其实是通过那个TC的Redirect去做一个 在网卡之间拷费数据 去提高它的一个通讯效率的这么一个能力 然后Murbridge这一块呢 它是通过那个就是EBPF的那个Message Redirect这一块 来实现两个进程之间 Socket的一个直接拷费数据的这么一个通讯 主要在两块呢有相似之处 但是呢可能就是说 其实可能在一些场景基本上可能差 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差距 只是说就可能Murbridge从一些通用性来讲 就可能希望它能够在更多的场景能够用到而已 对 然后呢这一块呢其实就是Murbridge的一个 就是性能和原始吧 这个可能不是非常的精确 但大致呢就是可以看到有一些提升 但是这块呢就是没有提升特别大 就是这个确实就是可能 可能还需要仔细去研究一下 这个也是目前的那个吧 或者说可能看起来还没有之前的 就是20%就是那个大 所以可能也是 就是可能后面可能有一些点吧 就是也有可能是目前不是非常的完善 就可能后面我们要持续加强和一个性能化 包括可能也有可能是跟我们测试的方法 或者什么样的有一些关系吧 但这个因为是前段时间才做 所以说还没有做得非常仔细 对 对 然后其他的话我这边就暂时这么多 就可能大家如果有可以关注的话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CNCF Sandbox的项目 就大家如果有关注可以看一下 或者交流一下 好我这边就这样谢谢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课别你好 那个我就是想问一下 就是Murberge这个方案是否 那个现在有考虑到说 会不会把一些CNI的一些Network Policy啊 之类的东西给bypass的 这一块的话其实目前你的 就是看CNI到底是怎么做的 就是比如说像CNIM那一块的 比如说如果是CNIM的那些东西呢 它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影响 因为都是用EVPF技术嘛 但是比如说如果说一些其他的一些CNI 比如说他如果用的一些技术方案不同 那可能是可能就没什么特别的影响 这个得看大家就是谁生效嘛 但是呢我们这边其实是就相当于是一个 直接修改目标地址嘛 他可能会就是有些影响 但这个东西确实不是非常好说 比如说他如果比方像一些像CALICO 他有些东西或者一些其他东西 他通过在主机上做IPTables 那其实也可以也可以生效 就这个比较复杂 我不能就是直接那个 好谢谢 感谢分享啊 我这边提个问题就是 刚才您这边提到说 我们是把那个透明代理拿掉了 对吧 然后数据包是直接把目标地址 改成了Zetano的POD地址 对不对 那这个过程当中是 Zetano是怎么去知道这个原始目标地址的 或者说这块您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 谢谢 这块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Zetano和业务POD 发起POD的 它肯定是在同一个节点上 对吧 它肯定是处于同一个内核 就是Zetano这一块呢 它其实有一个东西 这个是内核这边有个叫 有个叫SockerOpt 叫做OriginalDist 就是OriginalDist 就是原始目标地址 就是它 你在比如说建立连接的时候 比如说业务POD和Zetano建立这个连接的时候 它不是有个试源组吗 那它可以通过调内核的 那个GetSockerOpt 去拿到它的OriginalDist 你把这个你自己链接看到的这个试源组传给内核 然后内核里面会有一些相关的 那我们这边是通过 比如说因为都是通过EBPF做的嘛 那EBPF这边会去Mock 那个GetSockerOpt那个函数 然后它当它比如说在查询 我这边有记录 因为我会把这个原始目标地址 记录在我的EBPF的Map里面 那如果我查到了 那我会把它直接的原始目标地址给你 对它是这么一个实现的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是用了一个EBPF程序 然后用了一个EBPF的Map把它记下来了是吧 对的对的 OK好谢谢谢谢 好那那就先这样 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线下交流